托希節道 秘史玫瑰教學 太小了嗎?來一次吧 玫瑰花教學系列秘史玫瑰 不知為何有些朋友喜歡玩一些很小的玫瑰 好像在IG我試玩了一款玫瑰 不知為何會響很大 大家都很喜歡 所以這次就乘機講解一下如何製作 摺得細的巧妙 首先不可以用有格板的摺法 用這張紙為例 它是一個13cm的紙 打完格子的話 每一格都是很小的 每一格的正方形只有0.9cm 如果我把這張紙縮小到5cm的邊長 其實每一個正方形的大小只有0.36cm 如果正方形這麼小的時候 接一些平行線的石就不會平衡 它就很容易會變成打斜掉了 所以打格子就會成為了你的負擔了 然後之外就一定要用無格板的選擇 那麼多圖表來比較的話 最簡單就一定是非美麗玫瑰木屬了 所以見到我接一個避史玫瑰的話 就一定會用這張圖來接的 如果你想印一張這麼小的紙的話 無論是家裡或文具店都是不可能的 那你就可以參考一下我這個做法 我給你的這張圖是正方形的 那你就要在紙張尺寸裡面 設定是正方形的 不過你要注意 每一個Painter 它能夠容納最小的紙張大小都會不同的 那好像我這個為例 那最小就是13cm 所以我就設定了這個數目 那這個數目就很重要的 譬如我現在13乘13的話 我想印一張5cm大的話 那我就要縮印40%而去到5cm那麼大 至於你放多大張紙去Painter 其實就無所謂的 你按照A4紙去都沒問題 因為你已經設定了你的紙是多大 那它印出來即使縮印也好 它那個肯定是正方形就沒問題了 就是這樣就可以見到一張13cm大的紙 然後它就會印了 縮小的比例出來 沿著條邊把多餘的部分裁走 美麗玫瑰的摺法都講到口臭了 唯獨想補充一下就是 如果摺的花花有摺位部分的話 是需要加強一下摺痕 比平時還要用力多一點去摺 要不然做好的時候就很容易散開 另外就是在收尾的部分 它已經小到不能夠再用釘書機封口 那我就會加少許膠去黏住它 真是少許好 小到看都看不到那麼多就OK了 太多的話膠會擠出來就不好看了 看到摺花的時候 5cm大的紙都能夠成功應付 但不要忘記 摺花托的紙大小是花花的四分之一 小到見都見不到 根本整個畫面都是我的手 像不像在摺空氣 所以在選擇大小的時候 不能夠應付摺到的花托 也是其中一個考慮的因素 如果你都對極小的花花有興趣的話 或者想挑戰一下自己的話 不妨試一試這個秘史玫瑰吧 我還是不太明白這麼小的魅力何在 NEO NEO摺得漂亮 而且又最小的就是這麼大 不知道你又怎樣呢?